Hey 欢迎收听Tree Plus 一直飞旅游Podcast 我是奥显 Hello 大家好 我是Tree Plus 小编 小编 我你还记得你上一次搭飞机什么时候吗 我最近有搭国内线算吗 我很兴奋 国内线喔 对 是有多兴奋 就是飞起来的时候因为太久没飞 就是飞起来的时候我就有一种 我飞起来了 这样的感觉 OK 我大概有感受到 不过我刚刚问的是出国 那不算出我是说出国的 就是因为已经超过一年以上没有出过国了 没错 而且我最后一次居然是去超级近的冲绳 冲绳 好也算出国了 那飞机上有没有最恐怖的小小孩 当然有啊 拜托我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的话你今天即将会知道 就台湾冲绳这条航线 飞机上有不只一个小孩的几率 几乎是99.99% 真的假 可是因为我觉得飞机时间很短啦 就还好就 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 对啊 人一下就是了 人一下 电一下就过了 OK 那如果长城线呢 你是不是觉得 oh shit 怒气 那个我没有办法啦 但是你有听过 空姐兼保姆这种东西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很爽 因为可以全部丢给空姐 而且都是空姐的责任 告诉你真的有这个东西 我没有唬烂你 不过 你搭飞机比较怕 乱流 还是小孩 虽然我身为一位人母 看不出来哦 嗯 多谢 而且 而且我说真的因为我还蛮单小的 我是比较怕乱流啊 但是 其实看不太出来你胆小啦 真的 OK 好 嗯 好 但是我 如果短时间像冲城那种 一个多小时 那样子我觉得还好 可是如果是长城线 然后密闭空间 大家一直哭一直闹 然后尖叫 我真的 喔 这个 还有 还有一种我还没讲完 就那种 甚 就隔壁刚好做一个 身上你知道就是味道很浓 我不会说别人臭 因为这个很思理 味道很厚啦 很厚 很 heavy 相当 heavy 的那一种 那个 还有 我怕人很多 还有那种自己的名字 基本上我觉得他 有瑜伽底子 因为他做着的时候 我脚要超开的 膝盖一定要碰到别人那一种 我都很怕 就很像好像有影集 就是不得不张开 我一定要开 开到最开 反正这种经验 今天 苏仔你如果要聊的话 我们可以可以聊一整天 今天我们先来聊一个就是 可能算是最够狼玩的小小孩 你有没有什么恐怖的经验 首先让我转换心情 用一个很沉重的语气 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要讲鬼故事是不是 也没有 但是很可怕 OK 因为去美国就是你必须要搭十几个小时 嗯 然后我就被孩子们的combo计 大概连续攻击一个多小时 每一次都一个多小时 连call就对了 而且是couple times 对 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就是 因为今天有一种什么connection还是什么的 他们可能在哭的时候有点 其实在沟通说 欸 你后一个喔 你后一个喔 你哭我哭 我哭他哭 然后 真的大家都看 他真的很想哭欸 我刚刚这种经典我也有 那时候还会出差去美国波特兰的时候 那一次出差就是 我一上飞机你知道 一看就知道 抓赛 因为你一上飞机你就看到第一排 怎么会满满的人 经济场啦 第一排满满的人那是代表什么 挂栏位满满的 喔 你知道看了就知道 喔这个不好受 然后我坐下来的时候 看旁边 oh shit 也有一组 然后你在正在看了旁边的时候 后面有小朋友的声音 哇 中大众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哭和唱传的概念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 就是为人父母了 也是可以理解就是 他们也可能不知道啦 反正还是很害怕 没错 这是现在才能理解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真的只有害怕 可以形容 而且 他如果是一起唱一下子就算了 他会轮着来你知道 搞爛下去 炸炸炸再炸你知道吗 就是我刚刚讲的connection 你后一个喔 你后一个喔 这样子的概念啦 他们就这样 对啊 那就很衰啊 可是化位你又不知道旁边会有谁 我觉得有时候大飞机就是靠一个人品啊 运气啦 但是 今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个方式 或许可以多多少少避免 就是我们可以往前坐 是要坐到哪 就商务舱或偷等舱 我讲的好像一副我很常搭一样 其实我一次都没有搭过哟 听起来好像很像很常搭 对 常来都没有搭过哟 就我觉得 至少商务舱头很常是比较少 所以可能风险就会比较小一点啊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空姐兼保姆这个 就是之前我看到有人 他好像是用Chase就是美国那个信用卡 Chase信用卡的点数转 大韩航空去换那个头等 他是从美国飞亚走 所以就是长城线的 就是很爽 那整路就是空姐可以帮忙带小孩 好像是说空姐带动唱带小孩玩 然后还有轮流拿着玩具斗 然后我记得他有说他吃饭的时候 小孩刚好哭他本来要去抱 空姐就把他接走 悠悠姐姐 没错 我不知道说这个空姐到底是 是不是都有考那个保姆证照 然后那个头等舱就是机票尬保姆这样子 我觉得很爽耶 听起来真的很爽 但是 这个空姐真的多彩多艺 不过 也没有美间这么好 听说是大韩的是特别好 那其他的 头等舱的空姐也是会逗小孩 但是整路这样子陪着玩 轮流跟他玩的大概就只有大韩 然后头等舱 对爸妈来讲 应该都是很爽啊 因为 头等舱你知道 头等舱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的有那个隐私性 就是隐私性就是 他都有拉门或者是隔板 拉起来就是你自己的空间 爽 对 所以就像前阵子那个 住波士顿的Sharon 他之前有分享说 他跟他老公带小朋友 一起飞日航的时候 他其实就这样 就是没有整路陪着玩 空姐陪着玩 但是他有那个隔板 就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就是你在准备享受日式的餐点的时候 好爽喔 你就可以把隔板拉起来 你知道老公跟小孩 就在另一边看着电视 你自己就在那边享受那个 就轮流吃 没错 那你就可以 好好吃 我觉得因为当了爸妈吧 现在真的当了爸妈就是 觉得可以好好吃一顿饭 真的是 好好吃一顿饭 慢慢的吃一顿饭 真的是一个很奢侈的享受 现在奢侈的享受 标准非常低了是不是 很低啊 非常低啊 可以慢慢的好好吃就可以了 所以我那时候看Sharon的体验 我就是觉得说 OK fine 但是我告诉你 我也想去体验那个大 但是确实点数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转大喊了 OK 对 头等舱这么贵 没有用点数换我其实也搭不起啊 OK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说 头等舱的机票 尤其是长城县 大概价钱落在哪里 大家可以在心里面猜一下 我给大家3秒钟 3 2 1 我有查 长城县 30万台票 哎呦 没错 而且 30万不是最贵的 比较贵的是日系的 日系航空的大概有50万 就是国产车 哎呦真的好贵喔 飞一趟 国产车就喷掉 真的很贵耶 难怪都会送肌肤之药 再尬个保姆也合理正常 不对还是很贵 不对还是很贵 而且 你肌肤之药再尬保姆就50万耶 不太贵喔 不行不行 安得喔 没错 不过我没有搭过头等 我搭过商务 其实已经 已经蛮爽的 哦 因为去年 就是那个 American Express 它的转点优惠的时候 我有换 Virgin 就从香港到伦敦 嗯 Virgin 就是那个 很潮的航空公司 老板就看起来很像Polyboy 每次都是左边一个妹 右边一个妹 他的头发很柔顺 我永远记得他 就是那一个 那个非常的标志性 他的飞机跟航下弄得非常潮 就是一 就整个就是夜店风 然后我记得 商务舱跟竞技商中间 还有个吧台 是酒吧那种吧台 然后那个空姐跟空少 你还可以调酒这样 超棒 然后空姐非常好的身材以外 那个衬衫都很崩 都穿小一号 应该是就是很屌 但是重点是 我飞得很爽 就是因为 因为空姐吗 不是 噓 不是 不是 不是这个 就是我换了三个位置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 大儿子坐在靠窗的位置 妈妈抱的小儿子也坐在靠窗的位置 我自己就是坐在那个 走道的另一边 哦 龙蛋猴妈妈的意思啊 不是这么说 你知道 这个儿子跟妈妈基本上是连体音 而且那时候还在喂母奶 哦 对所以 我有试过啊 我之前曾经 因为是要吸引儿子的注意 我就掏我的奶跟她说 来来来 爸爸这边 奶奶来喝这边 不要去惨妈妈 来来爸爸这边 但是 她一脸就是嫌弃 刚才看了老板 真的好恶心喔 上一段对话 我觉得我们要小鹰砍掉这一段 不是偷奶吗 对啊真的太饿了吧 搞哟 反正不管 就是小的就是要跟妈妈一起 就没办法 但是那个商务舱的位置比较大 然后又是平躺的 所以其实 那个老婆跟小孩在睡的时候 其实他们睡蛮久的 然后一边喂奶 又一边睡很舒服 那一睡的久 你也知道就是 反正带飞机上 我就希望她一直睡 一直睡 没错 对希望就是 就很想要为她安眠药的睡 这样子 不行啦 那犯法的 我不是说鼓励这个吃安眠药 我是说想要这样子而已 但是 对 就是她如果睡更长 那我们就是爽的时间就多了这样子 但是我还有另一个要搞定 就是哥哥 那时候她四十岁多 一个人坐商务舱 其实她会怕啦 那我就想说 我要去跟她 就是 要不然请她去坐经济场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蛮不错的 等她再大一点 她就自己去坐经济场 不过 就是 我要挤进去 跟她坐一个位置 其实也不太行啦 因为你们两个都很大只 对不对 对 是这样没有错 而且你越来越大只 靠腰 反正就是 她的位置很厉害 即使我们没办法挤进去一个位置 她的位置很厉害 因为她是 她的商务舱是那个 正鱼骨 正鱼骨就是 就是她位置的排列 就像你把鱼肉吃完之后 鱼的骨头有没有这样插出去 插出去一只这样子 喔 没关系 我们会在下面附上那个详细体验文 大家看照片可能比较好理解 因为不知道她在讲啥小 就 对 反正就那样 那 重点是你可以想像 你坐在沙发上 然后前面有个翘脚椅 她其实就像这样子 那 那个椅子是可以坐人的 然后是有安全带 安全带其实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当有那个警示灯 有没有 叮 对 那个亮起的时候 你不用走回座位 你是可以直接在那边扣着 继续跟你的小孩子在那边玩 那中间有一个桌子 所以你可以抽出来 所以她就很像那个情人雅座 但是我跟儿子 叫做情敌雅座 我觉得听起来好可怜喔 她一定比较想跟妈妈坐 不管啦 我还没讲完 就是那个位置 只要是 反正不是 反正不是 不是起飞或下降 你都可以坐在那边 就你不用回去 所以你吃饭的时候 也可以在那边 那我看到很多爸妈 就是在那边跟小朋友画画 然后或者是玩游戏 我那一次 我印象没错的话 应该是有四组爸妈 其实 运气也是 真的很多耶 对啊 运气也是很好耶 但是 吵闹的声音 其实真的没有很多 听起来算是一个 非常美妙的飞行体验耶 真的啊 而且 我不是说那个 商务舱跟记忆舱 中间有个吧台吗 那边就是 算是有个空间 那你知道 像我家那个小儿子 其实他是会坐不住 他醒来的时间 虽然没有很长 但是他很容易就坐不住 所以你要带着他 就是在那边绕圈圈 对 会走而走去 对 所以我就带着他绕到那个 吧台旁边的时候 哦 刚好有一个 外国的正妹也是在那边 对 在那边 听起来是一个下流的故事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只有在那边跟他喇赛而已 是喇赛还是喇金 我们现在老实说 喇 阿宝先不要听 哈哈哈哈 辣个丢 没口音啦 我怎么知道 因为 你说你太太一直在喂母奶 因为那个状态真的也是不好走来走去 反正 那次经验真的是蛮好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带小孩 就算是搭乘商务舱没有到头灯 也是很熟悉的就对了 对啊真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 大家看头等啦 当然啦 希望赶快可以飞 我说真的我本来是对于带小孩搭飞机 有一点恐惧 因为你知道那个美国的combo机那一次 没错 对 听你讲完 应该可以等疫情结束之后 带着你儿冲一波试试看 冲一波 而且我告诉你 点数换商务舱 真的很划算 之后有机会再多讲一点好了 今天我先留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有想要听任何里程点数 或是旅游相关的话题 就请不要客气直接留言跟我们说吧 不要忘了也要订阅我们哟 贝贝 贝贝 所以你真的有遇过很恐怖的乱流啊 有啊 有一次 也是出差 人整个腾空好不好 超恐怖 是大怒神欸 对啊 我看旁边的人真的 有点飞起来 然后全部人尖叫这样子 然后尿真的就滴出来